要往生的人有执着 有挂碍 走不了 所谓依依不舍 懒依懒舍 那么再生的人也在想 哎呀 爸爸或妈妈 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交代 还有事情我们要问 可是你现在已经进入昏迷状态 一动不动了 这样岂不是来不及 所以就要预先了解 交代 处理之后 完全放下 人的执着的力量是很不可思议的 我们说不可思议是表示很神奇 一般没有的 真正的不可思议 佛经之中有讲有五种不可思议 其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佛 阿弥陀佛 唯有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才是真正的不可思议 他能够令要堕落阿弥地狱的众生 离开阿弥陀佛地狱 甚至离开六道轮回 也超越菩萨 菩萨的实信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到达等嘴一生补促 起死回生 这才是不可思议 那我们一般讲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只是比照上来讲而已 我们执着的力量会使这个生命力一直保持着 我来讲一件例子 在香港有一位老太太 她已经病日高方 医生也判定 她不久于人世 即使拖延顶多也不会超过一个星期 因为她现在所谓滴水不沾 吃也吃不下 喝也喝不进去 即使打点滴 也打不进去 奄奄一喜 但由于这个老太太 她有一个儿子 她只有这个儿子 在南美洲 她挂任这个南美洲的儿子 那么她的亲友也到处找她这个儿子 等到找到了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办好了手续 坐飞机回到香港 到了医院 一看她妈妈 跟她妈妈讲的话 她妈妈这个时候才断气 而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经过了五个月了 五个月 经过了一百五十天 可以说滴水不入 医生判断顶多一个星期的生命 但是由于老人家 执着挂恋 他这个唯一在外的这个孩子还没有回来 因此很依恋 因此很依恋 意义不少 这个执着 这个执着的念头 使她的肉体继续维持了一百五十天 这就是医学上的奇迹 还有现在呢 医学科学也已经证明 即使一个人死了 医学上判断死了 就是脉搏停止了 心脏呢 也停止不跳动了 瞳孔放大了 脑坡也没有了 就判断死亡 但是 他的心 他的意识还在活动 短暂的 还没有离开 会维持好几个小时 甚至一整天以上 这是现在 科学医学 已经了解到证明出的 那么 有关 这个 我外祖母这个往生的经过 就会有人好奇 怎么好奇呢 就想 我如果临终的时候 也要这样的显现 来度众生 甚至呢 期盼在诸恋的当中 有类似这样的瑞相 会有人 这样的期盼 因此呢 他练佛的时候 除了持名练佛 成名练佛以外 还会夹杂着 观想练佛 也期盼 能够 见佛 见光 见莲花 见种种 瑞相 这些都不可以的 因此呢 我就写了 写了 练佛人 六部 四平 那六部四平呢 一 不可自其临终瑞相 二 不可期盼 注恋瑞相 三 不可夹杂观想 恋佛 四 不可期盼 见佛 见光 五 不可期盼 灵异境界 六 通灵 属神鬼境界 所谓物以类聚 那就会被牵引 继续轮回 故 不可喜好 不可追求 不可亲近 这是六部 至于练佛人的四平是 平凡 平常 平淡 平时 有关 这几点 我来说明一下 第一点 不可自其临终瑞相 在二十年前 有人 来跟我出家 他也晓得我外祖母 往生的情况 他就说 他发愿 虽然不会讲经说法 但是临终的时候 我呢 要预知实质 我要身无病苦 心不颠倒 不要做着往生 不要做着往生 以这个来 度化更多的人 不然这个法门这么好 没有人相信 太可惜了 我就跟他说 你不可以这样发愿 你这样发愿很不好 会给自己带来障碍 为什么呢 一个人能够把握的 就现在 练佛 这临终 每一个人的业缘 各不一样的 应该 是 任品 明一头的安排 该坐着往生 或站着往生 所谓做托力往 那也无妨 那如果需要躺下 乃至已经坐轮椅 那要随顺 每一个人的业缘 各不一样 所以我要他不可以 有这样的发愿 念头 果不其然 他现在呢 已经快七十岁了 那么他的身体怎么样呢 身体虚弱 病痛在身 心脏不好 有时候感觉 呼吸不畅 几乎要断气了 所以 很苦 各位人友 他当初的发愿 跟现在 跟现在吻合吗 不吻合啊 所以 人 应该老实 踏实 不应该 过大的 那一种 心愿 是会给自己带来 障碍的 这是一个证明 再引用几件例子 比如说近代 有一位高僧 这位高僧 可以说是 佛教界 高僧之中的高僧 因为 因为他在中年时期 在山洞之中 驻山 曾经 打坐入定 据说一个月两个月 不过呢 到了年纪老迈 就十几岁 身体再也不能入定了 乃至于 临终的那一天 已经躺在 藤床上 旁边有人打点滴 一看 他的脸 用台语讲就是 已经清涩涩 那么像这样 应该就 准备 往生 而且在寺院里面 是要众多 信众多 应该就要注练 怎么还 想要 延长他的生命呢 还好 中午用过的午餐之后 就宣布 老和尚要往生 请大家到 大雄宝殿注练 所以到了 大雄宝殿 大殿的一个区域 布连围起来 老和尚在里面 大家在外面 所以大家会认为 老和尚平生 入定 常坐不握 所以临终应该会怎么样 都有这个期盼 不可以的 临终我们把握不到 叶远各不一样 老和尚有没有往生 那肯定往生 因为他往生之后的 这个奇迹 也蛮多的 那么我们也不可以要求 他平生能够 打坐入定 临终 也要这个打坐往生 也不可以 阿弥陀佛也没有这个要求 阿弥陀佛有这个要求 阿弥陀佛慈悲在哪里 而且也很为难人家 都已经老迈了 不是年纪轻轻啊 那如果因为这样 就不能往生 阿弥陀佛的力量在哪里 所以阿弥陀佛有绝对的慈悲 有绝对的力量 只要平生 愿生 彌陀净土 此后 亦否恋佛 不管临终 任何的现象 即使是昏明了 不能恋佛 或者是病苦的 念不出来 照样 在阿弥陀佛的光明摄取当中 这是一件啊 另一件 也是一个高僧大德 在三四十年前 他呢 常常办灾界学会 接引了很多大专青年 入佛 他修行 是戒律跟净土 他精进 拜佛 可以说呢 是一个 精进修行 乃至苦修 的法师 但是 联迈的时候 那就住进医院 做轮椅 往生之前 神室也已经 几乎昏明了 甚至 也有点老人痴呆的这一种症状 这个都是忍之常情 因为现在 医学科技 发达 能够延长我们的生命 未必也能延长我们的健健康康的身体 所以 受病越长 身体越衰 那是必然的 不能期盼他 平生的时候 是这么的勇猛精进 临终的时候 就要视线一个瑞相 所以我们 要自认 是一个凡夫 就以凡夫的根基 来学佛 念佛 往生 不可以学菩萨 或者是瑞丽根基的那个行径 因为 这 不合乎现实 同时会给自己带来障碍 所以第一点 不可置其 临终 瑞相 只要现生 停生 信佛 愿生 义佛 念佛 至于 将来怎么样 那 任凭 弥陀安排 弥陀的安排 是最好的 安排 各位人友 这样了解吗 第二点 不可期盼 注练瑞相 因为这个都是各有因缘的 像我外祖母 那个 献相 瑞相 是要 一方面 安慰我们 一方面 也给对方 起这个信心 像我三舅妈 她什么都不懂 她看了这个之后 看了阿弥陀佛 的这个 她说 变满虚空之后 也信佛 念佛的 但由于什么都不懂 所以也不会特别 去追求什么奇特的 或灵异的 种种 瑞相 那这样呢 也还算好的 不然的话 就容易 入魔境 进入冤家 在主 的魔境当中 或者是走火入魔 因此我们也不可以 期盼 注练的时候 能够看到 瑞相 也不要这样 期盼 那如果没有瑞相 以后就不想 注练 就显示 对方没有 往生吗 那因为 一般都平平常常的 多 有特殊瑞相的 那是 不同的时机 不同的因缘 不同的人 不同的根基 才那样的 但是那一种 总是少数 另类 再来第三点 不可夹杂 观想 练佛 我们只要 称明练佛 不要观想 观想佛像 像观经 是三种观一样 不可以 或是观想 佛光 观想 莲花 不可以 为什么呢 一方面 我们对道理不了解 万一所出现的 是冤家 在主 所显现的 那么 被牵连进去 那怎么办 只会 宁可 牵连不悟 不可一时 找某 我们恋佛 是为了这一辈子 就解脱六道 永恒的六道的 生死轮回 那这一辈子 没有解脱 失去了这个机缘了 下下辈子 怎么办 尤其找某的话 那就 到了三二道了 所以 我们宁可 是实在在的 再来 不可期盼 见佛 见光 那一样 常常看到佛 常常看到光 此后 会觉得 这个是稀松平常的 没什么 而且常常出现 反而 是一种 挂碍 而且所出现的 到底是 纯正的 还是邪魔外道的 自己教理不通 没有智慧 没有真正的神通 去语辩 尤其是 还没有正悟实相 还没有断烦恼 没有夜尽 请空 起心动炼 这是跟这个 使法界相感通 所以不可期望 要见佛 见光 也不可期盼 灵异的境界 灵异的境界 除了能够看 看到佛 看到光 看到鬼神 看到鬼神的境界 也能够跟对方 沟通 甚至 能够晓得 过去 晓得未来 或晓得 对方的 吉凶 或辅 等一下 哪里 要发生什么事 这一些 灵异的境界 都不可以 一点点的起心动炼 要去盼望 啊